我选第一个吧 连续四年不及格 因为我觉得这个 跟我的经历很像 连续四年不及格 有什么跟进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条路上 我永远需要学习 很谦虚啊 江涛老师 他这选的靠谱吗 我觉得这个选的吧 太过于谦虚 你选的这个谦虚的选手 你不如选这个 沉淀十年终出山 对吧 选了货 你以为说我呢 没有没有 我还是在想考虑这个问题 我还是想选这个 跟我这个比较相似的 你知道吗 不想用朋友 行 那咱们就选他了 好 加油 好 好 祝您好运 这里是越战越勇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二号选手出场 来吧 你好 妹妹 来 面向西方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丁雪 今年三十一岁 妹妹这个形象 那个气质 怎么看都像是老师 您怎么可能不及格呢 就在我们心中不及格的 都应该是这种形象的 其实是在做妈妈这条路上 连续四年是不及格的 那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三十一岁嘛 应该也是刚当妈妈 就是我们就学做父母 都是慢慢学习的 不可能一下就会嘛 对吗 是因为四年前我生了老二 我的老二是一个特殊的脑损伤宝宝 他现在的年纪已经四岁半了 但是其实他现在的智力才综合下来 相当于五六个月的水平 所以其实我一直的关注力 都在我的老二身上 对儿子忽视了很多 所以也想借助这个舞台 感谢我的儿子 对我有很多的包容和理解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孩子 老二的话他是 先确诊的就是脑损伤 然后随着检查的深入 越来越不好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他的基因也出现了异常 他的二号染色体和十号是异常的 这种情况也比较罕见 并且也很难治愈 这个产检的时候有迹象吗 没有 所有的产检都做了 一切都是正常的 只有一项 糖筛的时候有点高 但是又做了无创 所有的染色体检查过 当时他就是运气的时候 没有检查出来有问题 那这等于对于你们家庭来讲 是晴天霹雳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情绪 也比较无助 很绝望 也比较极端 所以对儿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没有精力照顾他 对